有一件事我真的要跟他講 我拍過嘉良哥的兩部電影 他是很懂得給演員機會發揮 他完全知道你的演員去到哪裏 他就知道我們都喜歡爆肚 他就說這場戲你和我發仔 我的劇情是這樣的 我有做了一些對白 不過你們再看一看 自己爆 出來的效果是好的 劉嘉良是個精彩電影人 是真的好的 我跟他談的本 我對兩個人引擎談的本 所以說正經話不超過兩個字 是 我們那時候拍過《中華英雄》三個 聊了三個字 兩個字 他很離譜的名字 很離譜的 那些賤帖就這麼大個字 兩個聊完之後 我寫了兩個字 我寫了兩個字 就這麼大張紙 回來寫了 我什麼時候叫人拿了支票 正經話說水 最重要是有支票 我拿錢了 跟他寫的很容易 什麼橋段都是他的 我寫而已 不過嘉良非常有橋 他真的有橋段 只有少林子的橋段有多多 可不可以說一些復星的東西 噢 星仔 星仔 很可惜 好像有些東西湧上來 他長小小 他沒什麼痛苦 二十九歲 我很喜歡這個小孩 死得沒什麼痛苦 他在訓練班的時候 我已經認識他 我記得第一次拍攝 年輕人 張摺導演 我是沒有在這裡 很有趣的 然後我們玩之類的 自從張摺看起來挺有趣的 嘉良幫你試一下他 以前我們捧過一個萬飛 萬飛 萬飛有個合同問題 我不知搞什麼 去了職培 看他可不可以再討論他 我跟他說 我試一下 跟他多一接近 把他打扮 他想把握方式 他正式把握方式 把握方式 怎樣打扮 怎樣教的東西 教他怎樣 行路怎樣 穿青妝行路怎樣 他可能有這麼多徒弟 他最學得多東西 他用了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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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跳皮 怎樣玩別人 怎樣整理別人 他都學了 他非常聰明 我公司不用說 跟你習慣練 他不用看兩看 他會懂 很聰明 他模仿的東西 很強 很聰明 我記得拍一部 叫洪拳小恥 講窮家的全部 拍完之後 他說師父不如這樣 我就聽你拜一位師父 他說你搞了那麼多東西 我不拜你師父就不行 那時候他就 由張直拉攏 拉攏 然後就直接拜我師父 他姐姐也拜了 好像 後來 因為他一家的人 覺得我們跟他很好 後來他姐姐 經常想要拜我師父 後來他姐姐也拜我師父 洪拳小恥是第一部 講烈風的電影 真的 你如果說 這麼多演員 以後 這麼多演員之間 冒冒了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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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別的 副聲 很特別 很特別 他就是 跳皮的人 很跳 跳皮都是得人喜歡的 很喜歡的 不得人喜歡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剛才跟他在一起 都有一年多兩年 昇仔就過世 哇 他哭了七天 連續哭了七天 每晚都哭 我到生日吃不下飯 我那時候是校外演員 很突然 因為那晚我很晚回家 突然電話 家榮 我小時候家榮 昇仔不在 我當時震了 他在昇仔死的時間 他撞車 他的勞斯萊斯 撞在公主 我又撞車 他剛剛在那一分鐘 那時候撞車 撞到車 撞到車 很難 警察就來 師父 你這麼對 你剛才撞車 你撞車 是嗎 我又很相信那些東西 我現在始終有沒有 報過夢之類 給你有沒有人 沒有 一直都沒有 不過你也是值得紀念的人 是 是 是 絕對好人 富星現在的電影 他全是 是私得的 自己的 對朋友 是幫到盡 你是打架行星的 打架行星的 黃之冰克 你買了這麼大人 他都喜歡 你到朝時公司 做一個 富星電影的 紀念週之類 放下電影給大家看 不是 富星那個去法 始終都會一個 都會回來的 始終是 富星是 我們這裡的 很 很難得的存在 富星和樓師傅 他拍多少 我寫他 他本來不知道寫多少 就是 洪群秀之類 洪群與永春 全部都是他的 不過現在的演員 真的很缺乏 很可惜 對